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说的大牌立装小牌立衔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们百家乐发牌靴里还没有发出来的牌 大牌多的话是立装小牌多的是立衔 有些人说小牌立装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我们出来的牌小牌出的多我们以后立装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小牌出的多发牌靴里大牌就是没发出来的大牌就多了 他说这个是立装的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当然也有人说完这个理论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们真正看一看哪个说的对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得到官方的装嫌结果 官方计算的是装45.85 嫌44.62 核是9.53 这个百分比 这个加起来呢 应该是百分之百 如果去掉核 我们不算核 只是装和嫌的结果呢 那我们看得出装是多一点的 装有50.68 嫌呢 有49.32 装是比嫌是多一点点的 但是装呢 有这么个百分之五十的抽水 百分之五的抽水 所以呢 算下来呢 这个我们百家了这个游戏呢 就是一个负EV的游戏啊 我们是赢不了钱的啊 这个是大数据的结果 那么现在呢 我们怎么看啊 这个大牌力装 小牌力嫌呢 我们首先 模拟八副牌啊 这个全牌的结果啊 对比一下和官方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啊 至少证明我们这个模拟器啊 我们这个方法是对的 然后呢 看一看模拟多少削 差不多能模拟出这个官方的结果啊 因为我们知道 模拟一削两削 这个数据呢 可能差的很多啊 那我们究竟是要1000削 1万削啊 是10万削 100万削 才能模拟出这个官方的比例啊 看看有多接近 模拟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 来模拟这个 我们啊 所谓这个 大牌或者小牌的情况啊 首先呢 我们那个模拟这个大牌力装啊 我们增加大牌6和9的数量啊 其实呢 就是说 减少这个小牌0到5的数量了啊 我们把小牌 0到5的牌呢 拿走一半啊 就是说呢 这个 小牌呢 每样有4张啊 大牌每样有8张啊 这个大牌呢 的数量就比小牌多50%啊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嗯 同样的我们看一看小牌力弦呢 我们就是增加小牌的数量啊 其实呢 也就是减少大牌的数量啊 我们把大牌的数量减去50%啊 就是8张小牌啊 4张大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结果啊 当然呢 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呃 对比这个装弦的一种方法啊 呃 因为小牌的数量是比大牌多的多的啊 所以小牌减少50%之后呢 呃 整体数量可能也是说一半一半这样的啊 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要看你具体玩牌的时候 你怎么算啊 你从哪个地方算齐啊 算多少比例 然后呢 我们这个比例呢 要比我们这个官方的比例差多少啊 看得出来啊 呃 当然了 我不相信这个数据呢 会差得非常多啊 你说呃 大牌这个小牌啊 我们因为顺序不知道嘛 我们不可能是说是这个大牌力装啊 装真的就是80% 显示15%啊 这个呢 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数额呢 还是说比较比较小一点的啊 这个可能差这么个1%啊 真的就不错了啊 好了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模拟这个过程和结果 好了 全排模拟现在开始了啊 我们看看这个牌呢 我们都是呃 给大家看的啊 这个每样都是8张啊 呃 一共是416张牌啊 呃 我们还是和以前模拟的一样 呃 我们打70手啊 因为最后这个有有一副牌是不打的啊 这个是赌场的规定啊 不是打完的啊 呃 我们这个科学统计的数据已经在了啊 官方的数据 好了 我们模拟这个1000削 看看我们这个数字是不是一样的啊 呃 摆交道这个计算方法呢 他是按照这个牌都打完啊 呃 但是真正赌场的时候呢 他不会让你把最后牌都打完的啊 因为最后打完的话呢 如果是最后几张的这个牌啊 大家最后一削牌 呃 最后一副牌 呃 大家剩下什么都猜的 呃 得说八九不离神啊 呃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是 能看得出来是装饰弦 所以 我们都知道摆交道切完牌之后呢 他后面都会留这么一副 不打的啊 就是防止你这个算牌算的 这个也是公平的啊 呃 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跑了100多削啊 呃 数字其实比较接近了啊 呃 装45啊 弦44 呃 和是9啊 呃 这个装弦的比例呢 是装比弦多一点啊 50点几 呃 弦是49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呢 就是要证明啊 我们这个用普通的牌啊 呃 去打 打个1000削 10000削也好啊 我们看看这个模拟的是对不对的 如果模拟的不出问题呢 呃 呃 我们这个应该到了这个差不多的啊 1000削啊 10000削啊 我想模拟10000削也够了啊 呃 怎么也得非常靠近这个大数据了 呃 基本就是呃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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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统计的数据啊 和我们呃 模拟出的数据应该差不多 呃 这个就证明什么呢 呃 这个就证明了我们 这个模拟基本是有效的啊 呃 呃 我们把同样的方法 呃 再放到这个 我们呃 呃 大牌多或者小牌多的这个环境下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模拟呢 呃 呃 出来的这个结果在和科学统计的结果比 呃 应该就是也 也算差不多啊 应该啊 呃 我们就相信它这个数据是真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 大牌多或者小牌多的这个模拟呢 呃 真的假如说啊 模拟出来这个大牌装真的是说60啊 弦是40这样的啊 呃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是对的啊 因为呃 同样的模拟器 我们只是说把其中的一部分一部分牌拿走了 啊 而且呢 我们也模拟了相当长的时间啊 呃 模拟了一千靴一万靴啊 这个肯定不是说呃 自己作弊 我自己给给给给敲上去的啊 这不会的啊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看看如果是说真的呃 模拟了这个一千靴一万靴 呃 装确实是在大牌多的情况下比较多啊 或者是说呢 弦是在小牌多的时候比较多啊 那么证明呢 我们这个结果是对的啊 如果模拟出来的结果呢 是呃 弦比大牌多的时候弦比较多啊 那说明我们这个 这个呃 说法啊 本身就是错的 相反的啊 或者说呢 我们把结果模拟出来之后啊 发现和这个 大数据也非常相近啊 就是和这个呃 全牌啊 没有调整过的牌 都非常相近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基本可以说 这个是这个这个说法是无效的啊 不是错的 是无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打的时候都是大样嘛 对吧 呃 你你拿走 把所有大牌都拿走了啊 拿走一半 呃 你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装多啊 那你可能出现装多呢 就是在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啊 你说我打了一靴两靴 你说哎 那我这个装确实比较多啊 呃 这个这个是不算数的啊 我们要一定要模拟到真正的够一定手 呃 够一定手术啊 够一定靴数才可以 呃 什么算够呢 呃 我们简单就是说 把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全牌模拟完啊 呃 如果一千靴不够 我们模拟一万靴啊 呃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这个数字 达到了和我们 呃 这个官方啊 说的百家数字非常非常接近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了 哎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这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这时候我们说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确定啊 我们模拟这么多靴 呃 基本就够了啊 基本就达到一个 呃 我们可以这个 呃 和官方数字比较这么一个范围之内了啊 啊 但是我们取官方数字呢 我们是取小数点后面两位啊 那就是万分之一啊 如果这个数字有变化的 那我们就是这个呃 几万手他差一手啊 所以这个就非常小了啊 我们呃 打牌的时候呢 就看不出区别了啊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说动不动 打几万手啊 打几万手这么打啊 我们十手八手的打啊 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少了啊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看一看 我们一千削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 马上就到了 呃 现在看来呢 呃 基本差不多啊 呃 装是45 45% 多一点啊 呃 弦是 白 哎 好了啊 我们可以停下来了啊 呃 我们看看这个 非常接近啊 比科学数字可能这个 只是在核上有些变化啊 其实都还可以 呃 那好了 我们呢 下面现在呢 我给大家快进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模拟一万学之后 什么结果啊 呃 模拟一万学之后呢 呃 我们看啊 呃 装弦的比例呢 和这个科学统计啊 差了 0.001 啊 弦也是差0.001 那我们装弦和统计一起呢 我们 这个 这个 装也是差0.002 啊 弦差0.001 啊 和呢 差0.003 啊 这个就是装弦的区别都放在和上了啊 因为和这个出现的数量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 这个 总体的比例啊 呃 所以我们基本来看呢 呃 刨出去一些这个误差啊 因为我们不是都打完吗 这个非常合理 啊 一万学非常合理啊 所以我们以后模拟这个大牌和小牌啊 我们就模拟一万靴就够了 好了 好我们现在看看大牌立装对不对啊 呃 我们现在把小牌呢 这个都都拿走一半啊 小牌都拿走一半啊 大牌还是还是八张啊 六七八九啊 这个八张 我们只能打40手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小牌少了很多啊 呃 不都打完 也是留一副这个大概这样的啊 呃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模拟了啊 呃 一开始来讲呢 呃 模拟了这个 少许几靴啊 呃 基本基本还是 差不多的啊 但是我们看起来现在 呃 数字是 要说跟那个官方数字比 还是说有点相反的啊 我们 大牌明明就是 呃 闲多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 手术啊 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啊 呃 我们这个大牌立装呢 呃 我们希望得到的正确结果呢 是装 啊 我们装弦比例装是大于50.68 啊 弦呢 是小于49.32 呃 当然我们也要看这个核啊 呃 我们这个装弦核的比例呢 可能 我们现在看了啊 数字差的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弦的 和的这个比例啊 呃 比科学统计要多 呃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想了一下啊 呃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可能 这个 这个这种情况下 核真的会比较多啊 如果把这个一定数量的牌拿走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大牌多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天牌啊 因为0呢 0的数字数量很多啊 呃 我们0即使拿走一半啊 呃 而且这个 这个6 7 8 9也很多啊 像这种情况呢 呃 出现核牌啊 天牌啊 啊 这样的这个 可能性会比较大啊 因为这个在 大牌出现的情况下啊 6 7 8 9 如果配上0的话呢 呃 非常出现 容易出现核牌的 啊 因为那个 我们这个补牌规则啊 就是 抓到了6平 7平 啊 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都不继续再补牌了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呃 他这个核稍微多一点啊 也是正常的啊 呃 现在我们看了 这个模拟了 400多靴呢 呃 装的比例确实是多一些啊 能达到51 这样的话 差不多是0.5%啊 真的不会很多啊 你要是说想 这个这个数量多的 惊人啊 然后我压大柱 这个就算了啊 多一点已经不错了啊 因为百家的这个游戏呢 本身就是赢你这个1%2%啊 你输也输这个1%2%啊 呃 我们看到呢 我们这个装弦数量呢 呃 不是太多 因为我们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打的手术很少 把小牌抽走很多情况下呢 整体的牌少了少了不少啊 呃 等于说差不多少1 3分之1啊 所以我们呃 一靴只能打40手了啊 呃 这个这个数量呢 几乎到了全排的一半吧 不到一半啊 7分之4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1000靴的数字呢 可能不是那么准啊 所以但之后呢 我觉得呃 1000靴的数字可能也是非常靠近了啊 到之后我们呃 这个打满 打满一半靴啊 然后再给大家看结果啊 呃 现在还继续进行啊 我们看起来 呃 确实是这个 这个弦的数量要比 呃 预计的要少 啊 呃 我们不能说装多了啊 因为我们还有盒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装弦比例呢 呃 弦确实是要少啊 装确实是要多啊 其实我们 抛开这个这个盒的这个啊 因素之 呃 之外啊 因为我们现在看呢 装弦盒的比例是 45.78左右啊 弦是43.9几 呃 这个都差不多要 0.6% 0.7了啊 所以装呢 其实说不是说太多啊 只是有一部分装的情况被弄到盒上去了啊 但是我们抛开盒单 单讲装弦 这个装确实是出现的 几率是要比这个 呃 弦的要大啊 弦现在都不到49了 所以呢 呃 换句话说啊 有些人说 现在如果按这个比例 出牌的时候 我们算到了这个比例啊 小牌 跑掉的比较多啊 上下的大牌多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 打盒是不是好呢 对吧 因为盒现在有 有10%了啊 盒几率稍微高一些啊 呃 所以也是从这个 呃 计算结果啊 能看出另外一些 另外一些有用的东西啊 这个 呃 丑不冷打几个盒 也许好一点 对不对啊 这样的 或者是一直没有盒了啊 你说 按比例应该是十分之一啊 那我们 我们打一点啊 呃 马上就到了1000靴啊 我们看看这个1000靴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啊 我们之前看这个1万靴的结果啊 给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我们我们打 我们看的结果呢 是51.11的装呃 48.89的弦啊 差不多差了0.5啊 千分之五啊 我们装线盒的比例呢 我们看得出呃 装也是稍微比呃 官方的数字高一点点啊 弦呢 比官方的数字少一点点啊 呃 盒呢 要比官方的数字啊 给人感觉好像是这个 多了0.4%啊 但是我们在统计这个真正装弦的时候呢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 所以呃 从目前来看啊 1万靴来看 大牌力装呃 这个是成立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小牌力弦 对不对啊 呃 小牌力弦的模拟开始了啊 这个 小牌都是8张啊 我们把大牌的一半给拿走了 呃 六七八九啊 都是4张 小牌都是8张 呃 我们呢 这个牌呢 根据牌的数量看啊 呃 我们 这个 我们看啊 因为 小牌比较多嘛 对吧 所以呃 只是把大牌拿走 所以这个 牌的数量没有减少太多 啊 我们看只是说大牌拿走了啊 所以我们 呃 还是可以打的这个 手术蛮多的啊 我们可以打这个 打60手啊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呃 现在开始跑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 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装嫌核的比例啊 呃 我们应该是 嫌稍微多一点点啊 呃 如果核的比例呢 是高于这个官方数字呢 那装可能就 就 呃 稍微少一点啊 但是我们最终呢 因为我们抛黑核不看的话呢 我们 还是看我们这个 去核的装嫌比例啊 和和这个科学统计的比例啊 呃 如果是按照之前大牌力装的比例来说啊 我们小牌力嫌呢 呃 我觉得小牌是应该达到49.8级啊 大牌呢 是50.1级啊 有这个5%啊 我们上次说的是啊 0.5啊 不好意思 我们是0.5的差距啊 现在看来呢 我们模拟了160几学 170学啊 呃 我们 这个数字跟我们说的差不多啊 呃 嫌49.3的话 加0.5是49.8级 装减0.5呢 那就是50.1级啊 呃 现在看来这个 和我们刚才想象的差不多啊 呃 当然了 我们现在只是 呃 看这么一个短期的数字啊 呃 最终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个长期的数字啊 一万削 看看怎么样 呃 小排什么都不立啊 小排或者是 甚至小排也立装也好啊 或者说大家 这个全是官方数字啊 或者说呢 这个对了另一半啊 呃 我们把 我们发现这个呢 因为呃 也可能是这个 呃 零多的关系啊 呃 6789少的关系 我们这个核的数量反倒 现在来看 呃 是比9.53 这个官方科学统计数字还要小啊 呃 所以这个就和刚才我们的呃 大排多模拟的情况下是正好相反的啊 啊 少了0.1啊 呃 也可能是这个模拟的数字不够啊 所以我们还没有知道 我们可以继续看 现在看来呢 呃 严格的说啊 这个从数字上说 闲的比例还是高于科学统计的比例啊 呃 高多少呢 高0.3 0.3啊 呃 可能是利一点点啊 呃 我们希望的值呢 应该是和大排力庄一样 应该是0.5 我觉得可能还值得我们去呃 研究啊 呃 要是差个0.1 0.2呢 那可能真的是说是是真的是误差了 呃 或者说呢 我们有些人这么统计啊 就是说 呃 本身这个大排和小排的数量啊 其实就是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区别啊 大排是大概30% 小排70% 所以呢 我们要真正说把这个排呢 做到大排和小排 相等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可能要把 小排拿走40% 这样大排小排还能相等啊 或者说在我们大排小排相等的情况下啊 我们算一算是多少 这个呢 就复杂一些了啊 有些人说拿走1啊 有些人说拿走0啊 有些人说平均的拿走 但是在我们计算的时候呢 呃 我们这个可以简单的计算为37开啊 大排小排37开 呃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就算的时候就可以看了啊 呃 如果是说这个剩下的排里啊 呃 它的比例 比如说不是37开了 变成46开 我们怎么样啊 呃 甚至说夸张点变成 呃 28开啊 19开啊 我们 我们会会 呃 怎么看待这个这个以后的排啊 出现什么情况啊 呃 所以这个小排多 或者是大排多 多多少 影响我们装弦的比例多少 啊 这个呢 我们可能要呃 比较复杂的扩展的去模拟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我们现在的假设呢 只是说把大排小排拿走一半 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啊 好了 我们这个数字呢 马上就模拟完了啊 呃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基本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啊 呃 有这么个0.5啊 的区别啊 好了 你看我们就是这个 1000学来讲啊 真的是差不多了啊 啊 好了 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 一万学这个小排的结果啊 呃 一万学这个结果呢 我们看啊 呃 和呢 基本是和这个 官方数据是一样啊 一模一样 呃 装弦比例呢 是44.85啊 弦确实多一些 啊 装确实少一些啊 我们说的是比这个 官方数字啊 呃 装还是比弦多的啊 呃 只是说装是 50.68 50.68啊 在这个小排多的情况下呢 变成了 50.42啊 差了这个0.25 呃 弦呢 是49.57啊 比这个 普通的这个 这个官方统计的数字呢 40.32呢 哎 也是好像 呃 大概多了这个 呃 0.25%啊 呃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出这么一个规律啊 说明这个来说还是对的 呃 只说小排多的情况下 利闲呢 可能是说真的是说我们 呃 小排太多了啊 所以我没有算出这个0.5的数字啊 呃 如果是说这个 现在是是个这个三七开啊 呃 我们现在这个 小排是多是多多少呢 对吧 啊 我们 这个少了一半啊 那我们可以就说是 可能变成这个这个二八开了啊 呃 我们没有没有计算各种可能 呃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呢 呃 可以说真正说好 你说我想你拿掉多少小排啊 我想你拿到多少大排啊 甚至说我把大排都拿掉 或者是把小排拿掉一半 这种情况呢 是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呢 如果你有自己的理论和算法啊 我不介意帮你模拟看一看啊 呃 也就模拟几万削嘛 对吧 只是个时间而已啊 好了 我们现在初步证明呢 呃 大排立桩是对的啊 小排立闲也是对的啊 只是说呢 根据我这种模拟方法 小排立闲的结果呢 是0.25%的差别 大排立桩呢 是0.5%的差别 而且在核这个问题上呢 呃 小排啊 是和这个呃 官方数字是一样的啊 大排呢 是要比官方数字稍高啊 希望这个都能 呃 在实战中帮助大家啊 好了 这期就讲到这儿 请大家订阅留言点赞啊 我们下期再见 啊 啊 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